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吉康的一个解说视频 这个吉康这个武将也是星期五才上线的 那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关于吉康这个武将 他的怎么打怎么玩并且他的强度如何 首先他的技能还是有点复杂的 我看了一下还是挺复杂的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技能理解透彻 还是需要多看一下多打几把的 首先清闲当你受到伤害恢复体力后 你可以令伤害来源一名其他角色 失去点体力随机使用一张装备牌 恢复一点体力弃制一张装备牌 这是两个选项 这为一个选项 然后后面的恢复体力为一个选项 这两个选项是你决定的 但是目标在你受到伤害时只能为伤害来源 当你恢复体力时你可以令一名其他角色 也就是说这两个选项是你定而不是让他选择 但是目标在你受到伤害时 你要发动清闲这个技能是必须伤害来源 当你恢复体力时是可以拟定一个除你以外的其他角色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然后说一下这一点 如果说随机使用一张装备牌 也就是说从排队里面随机拿一张装备牌挂上去 然后呢如果说首先是随机的 所以说控顶是没有办法控掉的 比如说你把你通过什么技能 把一个装备牌放到排队顶 然后呢他是不是可以把那张装备牌拿过来 不是排队里剩下的排队随机拿一张装备牌 直接挂上去顶掉原装备 如果有的话就顶掉原装备 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挂上去 因为是使用 使用的目的就是直接把原装备要顶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弃这一张装备牌 这个是无论你只要发动了一个技能 你可以当然如果对方是满血 你不能发动轻血 但只要对方不是满血 你就一定能让他恢复一点体力 至于他能不能弃出这一张装备牌 看他自己 如果说他没有可以弃制的装备牌 那好那这后面的就不执行 后面的效果就不执行 他光恢复一点体力 但是如果他有的话 那还是必须弃制 对吧 但是弃什么让他自己选择 懂了吧 如果说 就他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若你弃制或使用的牌为梅花 他弃的牌是梅花 或者说你使用的 那个使用装备牌 使用的那张装备牌是梅花 你可以摸这样牌 梅花装备牌就六张 就六张 所以说综合来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天头计 如果其他就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效果是个天头计 基本上还是有很低的效果 就是很小几率会发动 让你摸牌的一个效果 所以是个天头计 看一下觉想 当你死亡后 你可以另一名角色 获得以下技能中的一个 然后呢 是四个技能 并且在其下回合开始时 该角色不能成为其他角色 使用梅花牌的目标 我们先看后面啊 后面这个效果 到下回合开始时 该角色不能成为其他角色 使用梅花牌的目标 也就是说 简单理解 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梅花纱不能打 梅花锦囊不能对他使用 对吧 比如说即便是看一些梅花的一些 AOE锦囊 也可以直接把它跳过 对吧 相当于一个假许的帷幕 可以单纯的这样理解 不过假许是黑色 它是梅花 可以对他进行一波保护 并且呢 梅花的所有牌 包括杀 包括任何牌 包括铁锁 都是绑不进去的 所以说这里应该是 对一个核心武将的 一个保护的效果 这个应该是一个保护的效果 然后看这四个技能 首先是机弦 猎弦 柔弦和和弦 这四个技能是随机的 也就是说你 只能你选择角色 然后呢 到底获得哪个技能 是系统随机的 所以这你也是不能决定的 并且这四个技能 我们看 实际上就是 清闲的四种 四种情况 你失去点体力 你让一名角色灰险 你让一名角色掉险 你 你受到一点伤害 对吧 不是你失去点体力 你受到一点伤害 还有就是 你恢复点体力 相当于是把清闲的 四种情况 分别列为四个 必须执行的一个 四个技能 然后让另一名角色获得 首先 鸡弦当你受到伤害时 你令伤害来源 失去点体力 你看 还是跟清闲一样 无论 只要是你自己受到伤害 你自己受到伤害 你就只能令伤害来源 但你自己恢复体力 你就可以令 除你以外的其他角色 知道了吧 就说相当于 只要你自己受到伤害的 你的目标是锁定的 只能是伤害来源 无论是让他挥体力 气装备还是尸体还是吊体力 使用装备 都是相当于只能是伤害来源的 而四个技能 我这就不一一说了 相当于是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 当然可以简单说一下 首先 机弦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 可以类似于 法阵的一个效果 老法阵 老法阵的一个效果 让他失去点体力 随机使用一张装备牌 当然跟 还是有点区别 可以单纯的这样理解 列弦 我觉得是最废的一个技能 为什么当你恢复一点体力 你 不是列弦 那个柔弦 我觉得是最废的一个技能 为什么当你受到伤害 你可以令伤害来源 恢复一点体力 扒一张装备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别人打你 对吧 你反而让对方加血 然后 那个 负面效果就让他7个装备 在大多数情况下 肯定是亏本的一个买卖 这肯定是亏本的买卖 当然你说 你可不可以强行的 比如说有队友 有装备留5 这样想来故意来打呢 那肯定 对吧 那在特殊情况 可以特殊用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技能 我觉得是个负面技能 然后呢 第二个 当你恢复一点体力 令他们角色 失去一点体力 这还是一个输出技能啊 就一二都是一个输出技能 然后最后一个 当你恢复一点体力 相当于一个一桃双吃的效果 但是呢 负面技能是 他要弃这张装备牌 所以我觉得最强的 还是最好的 是激险跟烈险 相比激险跟烈险 最强的还是烈险 为什么烈险最好呢 因为他的目标 是可以随便选择的 你只要吃桃 你就让人 直接强制 失去点体力 连卖鞋都不能卖 对吧 无非负面效果 让他随机 获得一张装备牌 甚至你还可以 把他一些核心装备 顶掉 对吧 不一定完全是负收益 对吧 所以说 当你恢复一点体力 另一名其他角色 失去点体力 我觉得这个 烈险是这四个技能里面 最强的一个武将 因为他可以强制 对对方造成输出 而激险的话 在于对方可以不打你 对吧 他不打你就没有法发动 好了 总体来看这个武将 先说一下 他被哪些武将所克制 被克制他的武将 其实很多 首先 剑黄盖对他是 非常克制的一个武将 就是说剑黄盖打他 他没有办法动 如果说 他让他失去点体力好 剑黄盖 啪 又摸三张牌 对吧 还来个装备 你要剑黄盖挥雪 那更 那更 那更没什么用了 所以说 对于剑黄盖来说 是可以把 吉康打得 非常残的一个武将 对吧 非常克制 而且是 专项性克制 特异性克制 然后呢 还有普遍克制有哪些呢 春歌肯定克制吉康 因为 他自己失去体力 他是没法发动技能 他必须受到伤害 然后呢 像跟春歌一样的 像陈琳的笔伐 还有就是 因为这不是锁定剑 所有风 所有风技能的武将 剑马超 戒关羽 也可以克制吉康的 所以说 这些武将 仍然都是可以克制吉康的 那说一下 吉康这个武将 他的一些发挥和一些思路 首先 我认为 吉康这个武将 他是一个强将 但是呢 他有一些弊端 就是所有强将都有的弊端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不动白 他不动白 不动在哪呢 只要别人不动他 只要别人不打他 或者说 别人用戒关羽 戒马超打他 春歌打他 或者说 对方不动他 他就没有任何发挥 就是说 他这个武将 你所有的技能 还是在于卖血 他跟所有卖血流的武将 他的性质是一样的 不卖血 就是不动白 他没有任何过牌能力 就靠的是裸摸两张牌 他不卖血 他不会死 觉想 自然不会发动 清闲 也在于你自己 你不卖血 你怎么恢复体力 对吧 你不卖血 怎么受到伤害 所以他这两个技能 全部都没有用 他就是个废人 相当于 只能每回合 过两张牌 对吧 当一个白板玩 所以说对付吉康 最好的什么 可以选择 在你没有戒马超 戒官与春哥 这种武将 克制他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 对吧 围观他 不动他 他只要不卖血 没有任何的发挥空间 那吉康这个武将 强强在哪呢 他就强就强在 他无论自己 哪怕吃个桃 也可以对对方 造成强制伤害 也就是说 他有回合那多刀的能力 只要他吃个桃 只要他不是满血 而且他只要受到伤害 也可以令伤害来源 强制失去体力 一般来说 除了戒皇干以外 失去体力 是没有任何 对对 对那名角色 没有任何正收益的 也就是说 可以让他直接掉血 他无法卖血的 除了戒皇干以外 所以说 吉康这个武将 可以对很多角色 造成一个强制 对吧 强制输出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 这后面的裂弦 这个效果 尤其是裂弦 这个效果 而轻弦也是同样 你会你自己吃桃 然后呢 达到一个裂弦的效果 另一名角色 直接失去体力 达到个强制输出的效果 无非负面技能 就是让他 随机获得一个装备 并且他有可能 顶掉原来的核心装备 所以说 吉康这个武将 他有回合那多刀的效果 但是呢 他的弊端和正收益 和负收益 是非常明显的 那咱们复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这个武将 看具录像 这具录像 录像是完全体现了 吉康的一个正收益 完全的体现了 吉康的一个正收益 我们来看 首先主攻一个张角 这里是一个 二号位的一个吉康 那这局要玩什么呢 那必然是要把主攻秒掉了 那我们看一下 如何把主攻秒掉 首先开个万键 直接掉血 因为张角是特别怕 因为你杀 一般杀不到他 所以他特别怕那种直接对他强制造伤害的效果 而吉康正好恢复 正好是有这个效果的 我们这里很高兴 为什么你受到一点伤害 可以令他掉血 你到时候吃桃 又让他掉血 就来回就是两点伤害了 对吧 让他两次失去体力了 准确来说是 你看这个张角竟然还在作死 还来打 对吧 那这里发现什么呢 我们只要发现有个白银 这个徐士可以配合 那这一来一回就是四点体力了 失去四点体力了 这样就可以让张角直接掉四血 对吧 那自然张角是顶不住了 中间还加了一个决斗 对吧 直接也是一来一回四点输出 光技能就四点输出 秒掉张角 应该不成问题 最后也是看直接把他打逃跑 其实不逃跑也可以强制去杀他 有本事你就来雷击我 对吧 有本事你就来雷击我 这样的话让你对吧 遭得更惨 好了 这局也完全体现了一个 吉康的一个发挥的一个效果 对吧 让对方失去体力强制伤害的一个效果 但总体来说 这个武将我觉得还是不值那个价 不值那个价 首先你要去抽 他的概率是2% 你可以在官方官方网上去查 5块钱 一次5块 一次5块 如果你要强行换 要22个 也就是110块钱 如果你运气不好 你有可能要就是要花110块钱才能买到这个武将 我觉得他绝对不值这个价的 这个武将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强将 而绝对不能算一个特别强的强将 并且他的不动白特性也是一览无余 所以说我这个武将 如果说当郑师傅出来 他卖30块钱35块钱 我可以说可以值得大家去玩 但就凭现在这个价格 现在这个性价比来说 我不推荐大家入手 不推荐大家入手 当然你是全扩党或者土豪武将 咱们除外 好了 今天关于极康的一个解说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